梦妈妈和儿子住的地方很偏僻,附近有一缺母地。 儿子常常和林猪小孩一起玩战略游戏,不是跪在地上,就是有苦有好。 妈妈看到揪起了眉头,不行,拉门家的儿子不能住在这里。 妈妈就带交儿子搬家,搬到人比较多,比较热闹的地方。 可是,现在口径处在场,那里的小孩子喜欢学生人做生意,喜欢看土福,虾猪在养。 妈妈的眉头又走了起来,这个地方也不好,于是,他们又搬家了。 这一次,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。 每月一日,官员到文苗,心里鬼白。 互相礼貌相待,儿子这样了喜欢学习模范。 妈妈很免疫,低天这儿头说, 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。 后来,他们就在这里称,就下来了。